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车市的部分 景气好不好车市可以看得出来 在竹科地区的汽车代理商 最近接到了不少高档进口车的订单 还有这一家人陆续买了七辆 同一个品牌的百万名车 消费力惊人 竹科人也似乎甩开了去年无薪价的伤痛 这可不是在休闲俱乐部里才有的设施 不只有室内高尔夫模拟练习机 还有投篮机 VIP音响视听室等等 都是车商特地为顾客打造的休闲天地 竹科产业在今年中旬逐渐复苏 许多科技新贵熬过五星价返回工作岗位 也带动了买气 不少行业也跟着回春 其中汽车业可说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我们家我和我太太 儿子女儿媳妇 七个人有七台 比较去年同期这个日系百万车商的竹科据点 单月销售有20台 今年则达到45台 业绩成长了2.25倍 而欧洲百万车款 这个月业绩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0%到40% 使得车厂来不及出货 大家等多久 差不多半个月 也因为买气抢抢棍 甚至还有车商耗资五亿天价 打造高档席建电 抢攻这一波景气的消费群 中期新闻和孟谦王一杰新竹采访报道